下个月特区政府要公布新一份财政预算案 不知又有多少人会看到 幼稚及轻所带来的好处呢? 持续发展将个饼做大一点 2024至25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资讯开始了 这条令人想起阿贸整饼的宣传片 就是陈茂波用来开始他2月份财政预算案的公众资讯 去年财政预算案出台的时候 陈茂波这样讲过 我估计除了2023、2024年度陆德赤字之外 逾下四个年度均可达致盈余 但社会留意到的 是政府的财政储备节节下跌 当时财爷就这么想 财政储备多少才为之合适呢? 真是人言人殊的 有些朋友就说越多越好 也有些就说政府不应该有太多财政储备 我们觉得现在这个都是一个很健康的水平 您好香港欢迎你快来感受这个国际大渡会的独特美丽 香港夜纷纷 就是希望我们夜晚的气氛热闹点开心点 到10月时 他口风似乎放软 但仍然信心十足 今年的赤字会比年初的时候做预算案的时候要高 看特区政府的财政的时候 我们认为应该是一个经济周期这样看 我们也寻求在一个经济周期有高有低里面 总体平衡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执着于某一年是盈余还是赤字 新一份财政预算案资讯一开始 陈茂波的立场就变得越来越快 他先在上个月写网字 调题是一起做大个饼 但内文就写 下年度继续出现赤字的机会不能抹杀 到资讯活动时更加说 要预了未来几年都会有财赤 施长有没有想过今年真的可以平衡预算案 不要再财赤下去 疫情之后的恢复 全世界主要的经济体 都是出现连续几年的财赤 不是不要处理 而是要处理这个要按部就班 这个要三几年时间 25262627就行 现在可能会退到两年 环固东南马的高股 我们香港的高股 是不是人工最高的呢 可不可以将它减20% 即时和那些库房减轻了 我们会开源截留财政整合 三两年三几年之内 恢复平衡预算案 同时保持我们的财政储备 是一个稳健的水平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朝这个方向做 我们非常有信心 也请你对我们有信心 一个月不断改口 也令市场其实都挺不知所措 你讲2023年已经没有疫情了 已经是你所谓的全面伏偿 Hong Kong is back 在这个情况下 你那个财政状况 仍然是没有改善 去年通关 大家觉得经济会恢复增长 但是是不是要去到一个这么夸张 就是说5.5%的高增长的幅度呢 而事实当然也证明 这个是错误的乐观估计 基本上它的预测是有少少空中流角 而这件事其实是某程度上是 是多误导到市民 以致外国的投资者 怎样看香港未来的前景 因为你说到2024、25年就可以恢复盈遇了 财政问题就没有了 那这就变得好像很乐观 但是事实不是嘛 过去一年呢 我只是有规模地撤出香港 那这个其实正正反映香港的经济困局 就是我们没有了那个所谓 就是超级联系人的角色 我们跟西方的关系 其实是变差得很快 那这个也都令到香港 就是所谓以前 就是联系中西方的角色 是受到打击 那这个其实我看不到有什么方法呢 是可以真是恢复到外资的信心 而所以接下来的那个结构性财赤 我相信都是只会是 就是一步一步恶化下去 这个星期不断出现新风声 剑指才爷的开源方案 其中一个是公立医院急症室收费 《星道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说留意到有趋势 疑长文的香港人回流医病 当中不少涉及癌症等的严重疾病 还提到很多时候会转介去公立医院医治 但实质有多少病人是属于这一类呢 报道没有列明数据 只是引用医疗卫生界议员林哲源的说法 说要用大数据分析 避免有人滥用香港资源 两天后就出现了医务卫生局局长 盧宠茂的专访 说为了打击滥用 近七年没有加过价的急症室收费 政府研究着想家 报道依然没有提有多少人滥用 但盧宠茂形容 有人因为生暗瘡 脚痕就走去急症室 希望用加价令他们明白急症室不是这么用 医务卫生局之后出post 讲盧宠茂巡视明爱医院急症室的情况 特首也有出声 在过去的一些使用情况 也都看到有很多是未必需要使用急症的人 都去了使用急症室的服务 我们去看看如何去检视急症室的服务 是适当地用在最急症的人士 到底急症室收费可以帮补到多少 你每次收100、200、500 其实对整个医疗系统的帮补 我又相信其实作用很有限 也都不见得可以彌補到 现在说过千亿的财赤 另一个开源方案是香港史无前例 我们也都不轻易随随便便引入一个新税种 在社会未有充分讨论之前 这样的时候社会就比较难接受 资本增值税是我们研究的范围之一 但财爷今后一出 财金界反应强烈 有人说万万不能 有人说信政府不会自毁长城 我相信资本增值税主要初期都是针对楼市 变成它是针对一些卖楼的人 如果你是离开了香港的话 在一段时间内 你证明不了自己继续在香港 或者是搞差响也好 永久的居住地址也好 他就会用这个先征后面的方法 如果你是这段时间买了房子之后 仍然在香港 就继续用这个先征后面可以退回给你 但当我离开香港的时候 这个税行就是 他们会觉得是很大条道理 我觉得政府很想开征一个移民税的税行 由2019至2020年度开始 政府的主要收入不再稳定上升 2021至2022年度开始 地价收入更加直线下跌 利得税、新讽税和投资收入都一直减少 过去6个年度 有4个年度政府都有赤字 到去年年底 政府的财政储备 剩下大约6700多亿港元 上等于救政府运作大约10个月 陈茂波已经做了7年的财赢 其实只有3年是有盈余的 其他4年都是财赤 甚至香港回归以来 有纪录的最大几次财赤 三次财赤 都在他手上 过千亿和二千多亿 你现在说未来几年 其实他只剩下3年任期 他10年任期在变 变成大部分时间都是财赤 这个其实见到财赤结构性的问题很严重 而最大的问题就是 似乎见不到政府有一个削減开支的决心 虽然说他要求每个政策局 未来这个年度要减百分之一的开支 但是百分之一真是一个屏幕的数字 你相当于千多亿的财赤 其实帮不了很多 港量感冲年代 其实比较大刀阔斧 是真是要求公务员减薪 这个是当时的确有效帮补到政府 解决到财赤的问题 但是反过来说 今时今日公务员离开的数目都不少 你再向一部分的公务员开刀 要他们减薪 那个政治反弹 我相信可能是远比当年更加震撼 也都引起那个可能是有更进一步的离职潮 这个是否特区政府现在可以办法呢 这个是一个疑问